Hello 大家好 我是雨霖营养师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 营养师在2024年预测的消费者饮食新趋势 和10个超级食物是什么呢 那超级食物呢 在现在是一个非常流行的词语 大家听到超级食物会想到是什么 是减肥吗 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 糖尿病的减少 和癌症的一个降低 还是肠胃道的健康 我发现在我的客户里面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 都在做一个饮食结构的优化 和饮食结构的调整 因为有非常多的人都意识到 健康和饮食上面的一个重要关系 那有一项研究 针对了564名注册营养师 来预测2024年消费者的 一个饮食结构和趋势 也出入了10个超级食物的预测 来看一下你的饮食里面 是否有这些食物呢 那第一个食物种类就是益生菌食物 那现在有非常多人都知道 肠胃道的健康对于我们免疫力 还有对于我们的身体的一个健康 都持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益生菌的食物比如说像是酸奶 就是一个很好的益生菌来源 那酸奶里面它含有两种 非常常见的益生菌种类 比如说Bifidobacterium和Lactobacillus 在加拿大一款食物 要带益生菌食物的标签 是要通过政府审核的 要向政府证明它里面 还有多少益生菌的一个种群 那第二点要证明它里面 具体是什么益生菌的一个来源 那有非常多的食物 它是发酵过的食物 它并没有带上Probac这样子的一个标签 但它的确也是一个好的一个发酵过的食物 比如说纳豆 纳豆它是通过黄豆发酵的一个食物 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发酵食物 那第二个呢 比如说像是韩国泡菜 Kimchi 这些泡菜是通过发酵的一个过程 所以说它里面也通常是含有好的益生菌的 我这边想要提醒一下大家 如果这些泡菜是在冰箱里面卖的 它很有可能是发酵过的一个食物 有好的益生菌来源 但是如果这些泡菜是在常温里面卖的 它要通过巴氏消毒 这个高温的过程可能会杀掉它里面所有的益生菌 比如说用醋腌制的酸黄瓜 并不属于一个益生菌食物 那第三个呢 就是康普茶 我在之前的一个免疫力视频里面 有聊到过Kambucha 那Kambucha呢 它是把茶叶绿茶或者是黑茶发酵过的 这样子的一个饮品 那第二类食物呢 我们要聊到的就是蓝莓 蓝莓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抗氧化物质 一杯的蓝莓它里面含有约84卡路里 里面含有约21克的碳水化合物 含有约3克的纤维 它里面含有约14毫克的维生素C 也就相当于我们每日所需的16% 听到这里有没有很出乎你的意料 它里面的维生素C可能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的高 那其实蓝莓它里面含有非常多的多分类物质 比如说里面的花青素达到它里面总多分类物质高达60% 那有非常多的研究表明氧化反应可能会引起非常多的一个慢性病的一个风险 比如说像是癌症 心脑血管疾病 糖尿病 艾滋海默症 还有包括非常多的神经性退化的疾病 那抗氧化剂比如说像是维生素C 还有包括非常多的多分类物质 对于降低我们体内的氧化反应都是非常有效的 那我在这边也建议大家更多的通过健康的一个饮食的方法 来降低我们体内的抗氧化物质 而不是通过保健品 第三类食物就是子类 子类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脂肪的一个来源 那不仅如此它里面含有纤维 还有包括一些微量营养素比如说维生素和矿物质 那28克1盎司的子类它里面还有约150卡路里和5-9克的蛋白质 那我在之前的视频里面也给大家分享过奇亚子 那一汤勺的奇亚子它里面含有约2克的蛋白质和4克的纤维 那一汤勺的亚麻子它里面含有约2克的蛋白质和3克的纤维 不管是奇亚子还是亚麻子它里面都含有非常好的ALA的来源 ALA在我们体内会被转化为EPA跟DHA就是Omega3的一个来源 第四款食物我们要聊到的就是牛油果 牛果它里面含有非常高的单不饱和脂肪酸 它是属于健康脂肪酸的一种 比如说半个牛油果它里面含有约14克的脂肪 你知道吗牛油果它里面含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里面含有非常高的纤维 是不是有惊讶到你半个牛油果它里面含有6克左右的纤维 那通常一个成年女性需要25克左右的纤维 那19岁到50岁左右的男性她每日所需约38克左右的纤维 所以说半个牛油果6克左右的纤维 它其实属于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纤维的一个食物来源 第三点要分享到牛油果的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低升糖指数的食物 那牛油果它里面的升糖指数是40 通常来说低于55就是属于低升糖指数的食物 第五款食物我们要分享到的就是坚果 我在之前那个视频里面有聊到胆固醇管理 我在里面提到了一种饮食方案叫做Portfolio Diet 就是多种组合饮食方案 多种组合饮食方案它是被用来管理胆固醇的 特别是低密度胆固醇 那在这个饮食方案里面就有提到每天摄入45克左右的坚果 可以降低低密度胆固醇5%到10% 第六个食物我们要聊到的就是绿茶 其实我们的华人很多时候都非常爱喝茶 那绿茶和抹茶里面它们都含有非常多的抗氧化物质 那在我们饮食里面有抗氧化的物质 对于降低我们的慢性病心脑血管疾病 还有包括像是炎症反应都是起着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的 绿茶你是否知道它里面含有非常多的抗氧化物质 特别是它里面有一种抗氧化物质叫做R茶素 那不仅如此 茶叶里面它还含有咖啡因 诶你是否知道抹茶它里面的咖啡因浓度高于绿茶呢 每一克的抹茶里面含有约20到45毫克的咖啡因 一杯抹茶可能需要2到4克的抹茶粉 也就相当于一杯抹茶里面含有约76到178毫克的咖啡因 每一克的绿茶里面含有约12到25毫克的咖啡因 那一杯的绿茶里面含有约30到40毫克的咖啡因 第七类食物我们要聊到的就是豆类 豆类它不仅含有非常好的一个植物蛋白的来源 它里面含有非常高的一个纤维含量 我们在之前说到的一个多种组合饮食方案 它里面也有提到豆类 那豆类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种类 它包括了非常多的不同的品种 比如说它里面有红豆、绿豆、鹰嘴豆、黑豆、云豆等等 都是非常好的一个豆类的食物 第八个食物我们要聊到的就是蘑菇和菌菇类 蘑菇它是一个非常好B维生素族的来源 比如说维生素B2 维生素B2对于我们的能量产生和我们身体代谢脂肪 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还有包括蘑菇里面它含有维生素B3 B3对于代谢我们的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 都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的 比如说白蘑菇 100克的白蘑菇它里面含有约四分之一 我们每日所需的维生素B2 也含有我们每日所需的大约23%的维生素B3 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像和大家分享的就是 你是否知道蘑菇它是唯一一个蔬菜里面可能含有维生素D的 像人体一样蘑菇它可以把阳光转化为维生素D 如果蘑菇经过阳光的照射 它里面的维生素D就可能会增加 比如说像是100克的白蘑菇里面 它经过阳光照射以后 它里面含有400IU的维生素D 你是否觉得非常有意思 维生素D缺乏其实在我客户群体里面是非常常见的 维生素D在血液里面是可以被检测出来的 那我们身体也需要维生素D 对于我们的骨骼健康 还有包括非常多的研究表明 维生素D与免疫力的关系 还有包括一些癌症的风险 都指着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的 第九类食物上榜的就是骨物类 那骨物它对于我们的一个健康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食物之一 那在我们现在饮食里面 精致穀物的摄入是非常常见的 比如说像是白面包 白米饭 白面条 米线 等等的食物 它都属于精致穀物 那精致穀物它里面含有的一个纤维量是非常低的 它的升糖指数相比穀物来说也会高出非常多 所以说在饮食里面有穀物的摄入 它也是非常健康的 穀物它包括比如说糙米饭 黎麦 还有包括我在上期视频有分享到 埃塞俄比亚他们使用的一种穀物 叫做Tuff 台肤 还有包括像是燕麦等等 都是非常好的一个穀物的来源 那在这个研究表明里面 第十款食物上榜的就是三文鱼 三文鱼它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Omega3的食物来源 比如说100克的三文鱼 它里面含有约2150毫克的EPA和DHA 那相比于其他的一些鱼类 Omega3在三文鱼里面是非常高的 比如说相比于罗飞鱼Tilapia Tilapia在我们华人饮食里面也是非常常见的 那100克的罗飞鱼 它里面含有的Omega3只有240毫克 所以说三文鱼里面的Omega3 高出了罗飞鱼近10倍的一个含量 好了 我今天给大家分享了这10个食物 在这个研究里面 营养师预测的2024年饮食的新趋势 和10款的超级食物 希望大家觉得非常有意思 那我最后也想总结一下 在我们饮食里面 总体的一个均衡饮食搭配是非常重要的 没有一个食物或者是一个保健品 可以达到一个神奇的效果 在我们饮食里面均衡的搭配饮食 还有包括吃到适合我们自己饮食的一个量 对于我们的长期健康 还有包括降低心脑血管疾病 各种慢性病分析 都是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的 好了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